据猫眼专业数据显示 2023春节档总票房 目前已经突破18亿元 流浪地球二票房已超6亿 满江红票房已超5亿 无名票房已超2亿 这三部新片目前位列前三位 而且三部票房加起来 占了总票房的近80% 流浪地球二口碑目前好评占绝大多数 普遍认为比第一部有致的提升 场面更大 特效更强 故事更好 虽然全篇接近三个小时 但是几乎全程无尿点 甚至不少观众表示还要二刷 如此好的观众口碑 必将为本片带来更强的票房后进 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已经在北美同步上映 目前烂番茄新鲜度也高达86% 这对于国产大片来说实属罕见 所以流浪地球二 无疑是今年春节档 最值得买票去看的一部大片 本片不但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同时也为国产科幻电影树立了新标杆 古装悬疑喜剧片满江红 目前口碑非常分裂 好评的观众认为 张艺谋这次没有重蹈三枪拍案 惊奇的覆辙 在氛围和节奏上把握得很好 真正做到了悬疑管购 笑到最后 而且沈腾负责搞笑 易阳千玺负责流量 雷家音和张艺负责演技 这样明确分工也恰到好处 差评的观众认为 本片就是一部豪华版的三枪 故事就是一个内核空洞的剧本杀 所谓层层反转 也只不过是毫无逻辑的堆叠 正片与预告片悬疑速杀气氛大相径庭 所以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甚至觉得张艺谋拍喜剧 已经将狼裁尽了 由于口碑严重两极分化 对本片后续票房 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 无名的口碑骂声比较好声大 在豆瓣上 甚至不少网友打出了一星 如果不是有梁朝伟和周迅这样老戏骨撑场 估计直接灭灯了 不过很讽刺的是 本片曾经在票房预售阶段 一路领先 现在看来当时大部分都是男二号王一博的粉丝捧场 有人还调侃说 难怪梁朝伟不参加任何宣发活动 是不是不好意思和影迷见面 当然众矢之地还是王一博的演技 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真正的影迷去看此片 还是冲着男一号梁朝伟和导演成尔 成尔的代表作罗曼蒂克肖王史 虽然也不卖座 但是文艺青年的格调还在 这次直接在预告片里打出超级商业大片 是不是就显得吃相有点难看呢 猫眼专业数据 对吴明的最终票房预测只有5亿左右 在这一届春节荡新片中垫底 所以估计本片很快就会调出前五名 只能感慨真的是榜上吴明